2020年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冠軍是… 沒錯, 是的 全晚令大家很開心的 8號謝嘉儀 Lisa… 今屆港姐冠軍謝嘉儀 人靚, 性格率真, 成為大眾寵兒 其實參選前 很多人都知道Lisa的提名人就是肥媽 大家都很好奇他們之間的關係 原來跟Lisa 兩位年輕人擁抱爸爸Pieter哥 和肥媽的兒子有關 1994年, 老五去蘇格蘭玩 但其實他那時19歲 就在加拿大讀書 沒有告訴我 就去了蘇格蘭玩 那天是4月1日, 餘人節 我收到電話 就說我兒子撞車 我說撞你的頭, 收線 然後那個女生又打回來 就是我兒子的同學, 姐姐 打回來 我就馬上飛去蘇格蘭 那時我兒子的頭是這麼大 因為他撞車 坐在後面沒有帶椅子 穿了車頭的玻璃 落了地 我抱歉 他在這裡裂開了 是 腳的骨子斷了 是 我馬上飛過去 他們找了中醫去看他 西醫說沒得醫 好後來因為我自己在香港 又要工作, 又要做生意 出院的時候 Peter哥很照顧我兒子 我兒子經常說 Peter是恩人 每年他回蘇格蘭 去哪裡 他們一定會見 一、兩年前就叫我 他說 我朋友的女兒 你就推薦他做香港小姐 對, 跟我說好了 去年也說了很久 我去年已經說好了 說了, 說了很久 我說好 好完之後 他又說不參加了 我說為甚麼 原來他的女兒說要讀完書 她想做護士 其實他小時候 已經跟我說我會參選 所以幾年我都想不想做… 最後我平時說的東西是對的 我聽他說 平時是對的 所以我說OK 我現在24歲 蘇格蘭是很悶的 所以我打算回來學習 和我媽媽和學習 他還未懂得走 你已經想去參加香港的城市 我也想知道為甚麼 因為我們在香港長大的 因為當時在香港長大的時期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興奮的城市 因為他出生是一半蘇格蘭人 和一半香港人 我知道他一定會學到很多文化 在外國的文化 但同一時間回來學習中國文化 他始終有中國人血統 所以很想他回來參加 是 好 兩家人淵源說完了 究竟這天看到他們三個做甚麼 原來是肥媽開Live教主菜 還由平時家裡的廚房 轉場入到TVB開爐 說要慰勞這麼聰明 成為港姐冠軍的Lisa和她爸爸 如果你們今天贏了 你今晚會吃甚麼 排骨飯 對 相信大家都記得Lisa決賽當晚 說贏了最想吃排骨飯 肥媽收到了 今晚三款美食當中 就有一款香燥骨 媽媽三兩下手勢 已經同時又爆香的 油熱排骨 加上醬汁焗一焗 而在做香燥骨的同時 萬眾期待的Lisa和 重型包爸爸Pieter終於出場 Lisa, 你爸爸煮西餐和中菜 你呢?你自己喜歡吃中菜還是西菜? 我喜歡吃混合 混合 對, 混合 但其實我比較喜歡吃中菜 我看也是, 別人問你喜歡吃甚麼 你也是排骨飯和菜 排骨飯, 對 這個我設計了 這個很簡單, 完全不用煮 但就看你怎樣放, 怎樣吃 或者兩父女合作 你有沒有試過跟爸爸一起下廚? 其實很少, 他平時煮東西給我吃 對, 我吃… 他煮我吃, 他煮我吃 爸爸在旁邊看著, 是否沒緊張? 爸爸, 你真的… 他一定要學習 女兒, 你切到底下 是, 切到底下, 沒錯 是, 爸爸, 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什麼問題? 其實網民都很想知道 究竟你是多少歲? 我今年是54歲 54歲? 對 請問你吃什麼保養的? 對 其實也是… 我那個比較漂亮 你的比較漂亮, 對 他那個比較漂亮 爸爸, 有沒有很多人問你 為何保持得這麼年輕? 其實生活方式比較簡單 可以補充 幫忙 你剛剛已經做了一碟, Liza 對, 這個碟 可以多放一點, 你可以多放一點 可以多放一點 如果不是… 可以多放一點 可以多放一點 Peter, 你那番茄開花了 對 一放甜酸就開花了, 很漂亮 再放些花 可以多放一點, Liza 再放番茄、胡麻醬, 再放些花 是不是很漂亮? 譬如你請人回家吃飯, 你覺得第一道菜 就拿這個出來, 是否很有型? 真的很漂亮 Liza, 我很喜歡大的花 是… 真的喜歡細節 是 我回到英國後 你要跟肥媽煮, 你那時候要煮 是, 你學習一下 跟我是否容易很多? 是, 很容易 而且好像沒有 是不是容易很多? 很美味 好像很好吃 這個女生一定喜歡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你五分鐘有一個… 對, 還有那些花 我們都可以吃了, 你忘記了 我還沒吃過花, 這是小吃花 是嗎? 對, 我也沒吃 Liza, 每個人都說你上海灘 很特別 我的音不太適合 不用了, 要吃得健康和埋平 肥得來, 她是香港小姐 要吃得漂亮 是 我今天設計了燕鍋給她吃 我們今天做的是樹煙 樹煙嗎? 是, 樹裡面的樹流出來的 不是燕窩 我沒吃過, 第一次試 是, 因為她是財產 她是樹的 對… Liza, 你最喜歡吃什麼菜 為什麼一定是排骨飯呢?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想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是不是你爸爸只做叉燒和排骨 其實在蘇格蘭 我們很少有機會吃排骨飯和叉燒飯 所以你要出去吃 所以…對, 我回來最喜歡吃 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吃 所以我每次回來都是吃叉燒飯 那行了, 你不是說跟我的兒子開店 就買排骨和叉燒飯吧 叉燒飯 我覺得如果你很英俊 但你的情感不好, 是… 是不是一定要煮菜? 對, 因為很不英俊 是, 因為很英俊 Peter, 如果你的女兒拍拖 你怕不怕, 需要自己跟著嗎? 不怕, Liza很自主 但她有沒有拍拖 或者她有沒有問過你一些 關於男生的事? 其實爸爸… 其實你爸爸不要介意 對, 她… 是不是這樣? 她很緊張 對, 最重要是她開心 她很開心, 是嗎? 開心, 你也要看看男生是什麼 對, 是嗎? 是 讓我先撕她來看看 對, 真的 對 Liza, 你覺得這個不錯嗎? 好吃, 很甜 我真的喜歡吃, 很甜 你覺得今天的味道如何? 我最喜歡吃排骨 你別走, 我也是排骨妹 我都說排骨妹, 別走 很專一 每天都要說名字 對, 真是… 我叫色情, 她叫排骨妹 真是慘 她…你叫她吃什麼都專門吃排骨 對, 蝦很好吃 但很好吃, 很容易煮 而且我覺得如果有很短時間 如果可以煮三餐廳 我都會煮多點食物 對 有時候你上班, 你沒什麼時間 然後你下班的時候… 對, 我教人煮的食物很快 他們每個人都叫你唱 我叫Liza唱上海灘, 為什麼呢? 給獎, 請給獎, 請給獎… 八千狼 八千狼 在我心中起伏交 她只是唱這麼多句而已 太棒了 好, 因為柔果人練習了 她又沒唱過 沒唱, 對 明天記得 因為這首歌已經變成你了 是 不過你回去多練習 對, 練習了 每次訪問的人都會叫你 我叫主題曲 我回去多練習了 現在唱了浪崩浪流 下次唱什麼? 我想在英國也會唱英文歌 是, 英文歌 所以我… 我做演這裡, 回去學廣東話歌 不知道, 其實我洗澡… 我平時不是… 洗澡 洗澡 我平時不是唱歌, 我洗澡就唱歌 你洗澡唱歌就是什麼? 就當你現在在洗澡就行了 對 洗澡唱歌就是什麼? 現在我很喜歡很多首歌, 但是… 你唱一首歌? 我要想想, 抱歉, 我沒想要唱歌 原來六號正在直播 你好… 阿露, 你的妹妹嗎? 你有沒有話要跟六號說? 因為你上次這樣跟他說了一句 他沒有後悔過, 你看他的樣子 我也是 罵我 去吧, 他不習慣罵我… 罵他 你很醜的樣子 沒錯 這是最真實的, 真的 讓人說真話, 你為什麼要 我現在很生氣, 真生氣 其實你… 罵我給我 桌子的時候, 我通過他說 他不是很醜的樣子 我們六號的樣子 對, 很開心一點 很開心一點 對, 開心一點 我不安慰, 六號 他說你其實不太醜, 但還是醜 跟肥媽一定要有話說 有什麼特別想多謝媽媽呢? 很多東西 其實做了提名人, 真是很好 給我吃東西 好… 我偷偷想做你提名人 就會有獎品 或者有獎金 但原來沒有這件事 這麼多年都沒有獎品 也沒有獎金, 你知道嗎? 說笑而已, 說笑 其實我想說 LISA是一個難得 現在這個年代 是這麼乖和孝順的女生 這是說真心的… 我說真心的 是 因為現在肯跟爸爸到處去 等等, 很乖 但如果你覺得LISA有什麼可以改善 我覺得LISA應該升級她的中文 升級她的中文 不僅僅, 而且她也有點害羞 是 因為做我們的行業 不能太害羞 我很支持LISA做藝人 是 LISA有什麼可以跟網民說話嗎? 對, 真是要感謝… 對, 她的口號可以立刻服你 對… 我想感謝你支持的人 因為如果不是你的支持者 我真的不能參選香港小姐 所以真是感謝你 我們覺得她可以賣廣告 可以做藝人 爸爸, 你覺得她可以做藝人嗎? 是否讓她做呢? 她學過劇情, 她有一點表演天分 她有, 給我這一幫年藝 希望在香港 希望有人接受外國回來的女生 LISA自己想不想試試拍劇嗎? 我想, 我知道廣東話有點差 但是我想拍劇, 我覺得這些… 對不起, 我有想英文 我覺得這些機會 其他公司無法給予 所以我覺得拍劇也很好玩 而且我比25歲還好 所以我可以學很多人 她有很多機會可以學 我覺得在宿布蘭多學廣東話 很難的, 我們會說英文 所以我想回來, 每天都要說 電視也是廣東話 所以… 對, 可以拍劇 對, 差很遠 如果是藍對手 你會想想跟誰合作 你這樣說就沒用了 她根本不知道是誰 對, 不認識 她也不認識 六號… 認識六號 認識六號 你別這樣做了 跟阿鹿, 阿鹿不是拍劇 太棒了… 我也要謝謝Pieter 謝謝Pieter 我這裡真的… 因為我兒子在英國看 Pieter, 我兒子叫我說 謝謝你, Peter 當我兒子撞車的時候 是Pieter真的撞車這裡 裂了骨子, 斷了 是Pieter天天煮食給我兒子 幫我兒子 這是1994年 是 那時候我兒子只有19歲 現在我兒子也四十多歲 謝謝 謝謝, 媽媽 謝謝Pieter, 謝謝Pieter 謝謝